說到 Dr.Kenny,我有些再切實一點的事情想問 今天我們是一個茶樓的設定 其實對於腦退化症的老人家來說 其實他們面對五感六覺的改變 其實他們的世界是怎樣 於視覺上很多時候他們比較喜歡光的地方 例如光的地方可以減少他們會看錯東西 有些幻覺 例如早上到下午到晚上 調節不同的光線 所以我都建議可以試一下 例如調教一些可以調教的燈劑 或者可能現在都很漂亮 燈不只是一下兩下 可以轉一下吃等等 但最主要可能是白光亡光 和調到光暗的掣 令到視覺會好一點 所以看東西是很重要的 如果對於吃東西 我們都覺得看東西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很多時候 看下去都好吃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看下去都很吸引 很顏色 甚至乎他們的擺設 例如今天那些 我看到都很有興趣拿來看看 因為都是一些他們相關的圖案等等 所以視覺上可以這樣理解 聽東西了 經常都說老人家選擇性失聰 喜歡聽 喜歡不聽 但其實都要明白 老退化或者年紀大了高齡化之後 其實他們的耳朵接收的一些不同的聲頻 會有些不同的 因為聽覺我們最主要是知道哪一邊對於他們來說會理想一些 譬如如果他是左邊好一點的 可能你要回去左邊聊天 所以如果他開始有些聽覺退化 第一我們都看有沒有需要帶助聽器 如果他不是很喜歡的 我們除了聽覺 可能就要加上閃燈 就算聽不到也看到有電話來 你說和吃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想像一下 你去一間餐廳 如果播音樂很開心 很舒服的 你吃東西喝杯茶都開心 所以其實聽覺是很影響你的食慾 你會不會因為這件事令你有一個好的心情 所以不要忽略聽覺 其實腦退化是會影響的臭覺都很快的 即是他可能 雖然有個鼻子在 但他會喪失了某一些分辨的能力 所以我們的感官 其實有在這裡 都要配合我們的腦 但腦如果他 可能某一個地方開始有點萎縮 或者可能真的有腦退化症 可能他聞到的東西 他傳收不到他的腦上面 他可能都聞不到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食物 最重要是吃香味 如果真的聞不到 剛才也有提過 就要靠顏色 還有真的到放進口 就會知道究竟那個味道是怎樣 所以聞東西也要大家留意一下 有時你會發覺他好像分辨不到的味道 或者可能他都覺得 自己好像真的有時候出了汗 都不太知道有些味道 其實除了提醒他有些味道之外 其實也可以嘗試一下寫字 甚至乎用其他方式去表達他 但觸感對於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手指尖其實是很敏感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見老人家在做這些動作 會刺激一下手指尖 其實都是想令到觸感靈敏一點 觸感不靈敏有什麼問題呢 就會像我這樣 即是無緣無故拿起東西 你會發覺他會手震或跌 就是因為他的觸感不是太強 所以你有時見到一些老友記 為何拿起杯會跌低呢 為何要有些有餘的杯呢 其實因為他們的觸感 開始比以前弱了一些 所以我們觸感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看回 他有什麼需要幫忙 譬如有些老友記他好像中了風的 他可能需要一些比較粗身的物件 去套上一隻筷子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那個觸感其實都有很多控制的東西 變成如果在食物方面 他可能用不到的器具 或者拿不到的匙羹 他要別人去餵 他就可能沒有了那個興趣和心思 所以我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有意的杯 剩下厚一點的匙羹 或者有些東西可以令到筷子容易夾到等等 當然我們中國人當然用筷子 如果有時去到年紀大了 不要那麼介意文化 拿一隻叉餅去刺就行了 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說吃 大家都可以新的舌頭 看看自己的舌頭 但是摸一下自己的舌頭 原來我們的舌頭很有趣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接收到不同的味道 在前面其實是吃甜的 所以我們吃雪糕就經常嘗嘗嘗嘗 但是老有記真是可惜 當他年紀越來越大 很多時候只吃苦和蒜味 或者不夠鹹 就是因為味覺的觸感不太好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就說 要加些豉油 要做鹹一點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除了味道之外 剛才也說了 視覺和香味等等 都附助他吃東西時吃得好一點 所以味道他雖然因為年紀大了 可能那個接觸會少了 但是可以的話 盡可能給一些不同的食物去試一下 同時間可以給兩三個感官去接收 其實是最好的 即是甚麼意思呢 他看到那樣東西 然後告訴他吃那樣東西 然後他真的吃到 他有三個方式去告訴他吃那樣東西 所以呢 我相信這個 所以我流動那麼大產後 就是想做這樣東西 很感謝Dr.Kenny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對於腦退化症 也有加深的認識 如果想了解更多 收睇更多的影片的話 記住要留意我們 接下來十一集的節目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 和Follow我們這個頻道 接下來十分鐘 我們下期會 讓我怎樣看 看看 我們下期會 我們下期會 一個經驗 我們下期會 就是